2021年仅仅过去了一半 全美已经发生了近300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根据一项调查 今年有可能成为美国在去年20年中 枪支暴力最为严重的一年 枪支暴力档案数据显示 今年美国已经发生了29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大规模枪击案的定义是导致死人或更多人死亡的案件 仅在今年就有近1万人死于枪支暴力 在对24个主要城市的研究中 与2020年同期相比 2021年第一季度的凶杀案就增加了24% 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49% 与2020年同期相比 纽约的凶杀案增加了近14% 洛杉矶增加了22% 华盛顿特区增加了13% 拜登总统在周三宣布了一项新的打击枪支暴力战略 他包括对违反联邦法律的枪支经销商采取零容忍的政策 向各城市部署突击力量以打击非法枪支贩运 并且鼓励社区将联邦疫情救济资金 用于治安和犯罪预防